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21号发表文章称 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程 远超中国边界正在走向全球 这对民主理念构成了威胁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这是以美国之心夺中国之父 有违历史潮流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奥布莱恩的说法 是以美国之心夺中国之父 无视历史 罔顾现实 充斥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 美国一小撮政客挑动意识形态对立 是蓄意地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冷战 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这有违历史潮流不得人心 也注定失败 赵立坚表示 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 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 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 也无意同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 进行意识形态对抗 如果美国政府尽怀坦荡 完全可以像中国政府这样向世界坦荡宣誓 美国不谋求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 不谋求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 绝不干涉别国内政 如果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承诺 相信会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先和中国政府从不输出意识形态